在河東設立屠城 生命記四章四十一至四十九節 那時我使在約但河東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 是那數無仇恨無心殺人的 可以屠到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 為裏面人分定曠野平原的彼色 為加德人分定紀裂的拉末 為馬那西人分定巴山的歌蘭 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名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傳給他們的法道 律例典章 在一旦河東百比爾對面的谷中 在諸欺十本亞摩尼王西宏之地 這西雲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擊殺的 他們得了他的地 又得了巴山和岳的地 就是兩個亞摩尼王 在一旦河東向日出之地 從亞戀谷邊的亞萊爾 直到西雲山 就是黑門山 環有一旦河東的全阿拉巴 直到阿拉巴海 靠近比斯加山近 極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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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為了 極為了